哈囉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就來看一下我們的一拳超人 英雄之路啦 那最近跟大家介紹的就是我們這兩隻新角色 那我自己個人認為啦 他們都是還蠻值得抽的角色 那殭屍男的話我自己一定是會抽的喔 然後我這邊其實累積得超級無敵作章的 這個藍色票券啦 我之前都是拿去累積起來 然後來換一些活動週卡或是一些東西 就是有時候我們這邊招募的東西啦 我們是可以利用活動週卡那邊 來去做一波領取之類的 我們就可以在那邊做一波兌換或幹嘛之類的 像這一次的話其實我們轉盤這邊的東西 應該也是有可能可以換的 然後在我們心願占卜那邊的話 也是可以用他來換一些想要的東西這樣子 所以就還蠻爽的這樣子 就可以慢慢的累積 像這個票券我到現在都還是先不會用這樣子 然後心願占卜這邊可以啦 但是在這的話基本上他是用寶石換的 所以這一次藍券就可能沒有那麼必要 但是藍券的話基本上應該還算是蠻好取得的 我這邊有253張 所以今天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153張的這個券子好不好 我們來抽一下 看一下高級招募能不能歪一個殭屍男出來 如果可以的話應該蠻爽的喔 然後我們這邊有抽完了這些東西可以來選一下 最近的話同地的話應該也是抽不到那個吧 萬聖節的東西或是聖誕節的東西對不對 所以這邊的話就不知道該抽什麽 我覺得我自己的話應該 如果要升級角色的話應該還是會先 就是以那個超能系列為主吧 但是這一次的話基本上 聖誕節同地的話呢 他是科技類型的角色 所以就不然我們先轉個科技的好了 但是一定可以拿到一隻科技的直角色的樣子對不對 就可以當肥料啦好不好 多一點肥料也不錯 喔這個是我們的臭老臉 好啦那我們要準備開始囉各位 這個我們來啦 這邊可不可以選聖誕節 好像也沒辦法再選 然後這一次的話裡面好像是 有機會可以贏那個嗎 沒有耶他這邊全能系角色其實也很難抽到他吧 有人在這個高級招募裡面抽到角色過嗎 我記得之前好像有人抽到二郎對不對 那我們今天就先花個153抽來看一下 因為剩下100抽我是想要就是 留給就是之後的那個活動來兌換一波 不然其實這樣其實還蠻浪費的 然後這邊我們有64張這樣子喔 好那我們就來走起 很久沒有抽這個高級招募了 究竟他的機率如何呢 我們來看一下 那以前哲平剛帶抽的時候 大家有跟哲平講說就是第一排跟第二排好像 好像不錯吧 忘記了 好像第二排不錯 然後第四排不要抽 我記得大家好像是這樣跟我講的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喔 走起 那我們就抽第二排 永遠的老二 拜託了 殭屍男有沒有機會 多一點 好轉了 10抽一定轉的啦好不好 多一點多一點多一點 哇沒有欸 這邊是地底王跟甜美甲面 可是這個甜美甲面也不是就是我們打最久的甜美甲面喔 第二次抽 走起第二排 拜託了 有沒有機會殭屍男 因為哲平後來的話基本上我 哇靠這一次全部都槓箍 哭了 因為我後來的話基本上我都是去抽那個 神秘扭蛋 要不然就是抽那個占卜 所以基本上很少會碰到這邊的卷子喔 但是這個卷子我覺得真的比最強之難還要好一點點的原因是因為 最強之難其實到後面的話 紅卷跟黃卷真的就是我退坑之前啦 就是真的是完全不知道他要幹嘛 但是這個遊戲的基本上他的藍卷跟黃卷 雖然你可以不抽著 但是你可以去換更多的一些 心願占卜的卷子或是壁之類的 就還蠻不錯的 紫色的拜託 殭屍男 喔GBOG神喔 好像也還行啊 喔所以這一次其實我們是可以抽到GBOG神的耶 那是不是應該要弄個G神 對阿 這搞不好G神出來的時候我們就已經把他抽滿了喔 所以基本上大家還是可以在這邊選擇一些你們自己想要的一些角色 就是如果有一些抽的比較厲害的有沒有 你就可以就是抽到他們來做一些事情 像這個的話就可以抽沒有颯枷的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抽那個 那個G神喔 G神沒問題 然後這個可以抽生海王喔 我就把這幾個換掉好了 也留著 好來 第30抽抽 其實之前好像說出金率 出子率好像蠻高了吧 大概20抽會出吧 對不對 或是30抽 就是一定會中間間隔了一點點這樣子 但是 還算是蠻好抽的 但這遊戲說真的就是一開始的時候哲平真的是花太兇了啦 其實到後面的話其實我們當初堅持的核心的東西阿 跟後面一些東西其實都可以拿到的 比較輕鬆可以拿就不用那麼擠 喔喔 死亡加特林嚇死我 阿我怎麼沒有他 喔我之前在介紹的時候不是用這個帳號是不是 嚇死我不要一直出現新角色的樣子好不好 我明明就是要來抽殭屍男的要那個咻 結果一直蹦出一些好像我沒有的角色 但是其實我都有了 來 第40抽 其實出子率是蠻高的啦 而且這個地方抽的話 你會比較能夠就是累積到一些小角色 就是你可以用那些角色讓你的一些角色升級上去 所以這個還蠻重要的喔 沒問題 走起 哇 又是懶的 基本上衰一點的話就是 兩次的這個20抽會出這個藍的啦 但是接下來的話基本上就還蠻ok的 哇 滿的耶 其實我的角色還是蠻多的 吃起來吃起來 智能升階 你們都很棒 直接升到滿 然後到時候變肥料 喔 舒服 哈哈哈 這種就是棒字類型的遊戲 跟我們最近玩的那個什麼 就是那個永恆靈魂差不多 就是他們都會有一些就是那個 比較抽到可能你比較不喜歡用的角色 但是你抽到他的話你都可以就是 比較好去做一些角色的提升 所以這些就是用不到的角色的話 都還是可以做一波使用就很不錯 要不然有很多遊戲你可能抽到那隻角色 你基本上一輩子可能都用不到他了這樣 這邊剛剛又抽到一隻死亡加特琳了喔 聽說死亡加特琳好像用的好的話 好像也是可以把對面射到一個爛掉的 可是他畢竟就是射一次之後 他會陰炫一回合 有沒有機會 殭屍男 我想說150張卷卷應該起碼出了一隻吧 哇 都沒有欸 都是這種舊角 哇哇哇剩下50抽了各位 有沒有人最高紀錄童在裡面抽超多這種 就是全能性角色阿 如果有的話可以跟這邊分享一下 因為通常我的全能性角色都是從藍色幣那邊所取得的 但如果這個機率也是蠻高的話這邊 那是可以累積蠻多這個藍色卷卷來抽一波的 但是這邊的話我覺得都還是把他拿來當做抽那個就是 升階的一些素材方面的東西應該會比較 那個心理會比較平衡一點點 因為真的還蠻難出紙的 一出紙未必要出到你會中的角色 完了 這是我們的居合鐵阿 居合鐵 然後最近的話哲平把那個漫畫看到最新了喔 就是才發現就是我們大共演的那個女性版本阿 原來之前是跟我們那個吹雪是同一個學校的喔 這蠻酷炫的 就是後面真的是越來越多迷了你知道嗎 蠻有趣的 希望趕快出 出快一點 然後就是最近哲平有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們那個 路版那邊有那個 一拳超人世界這款遊戲喔 當初就是以為他好像不出了 但是好像又回來了喔 所以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那一款 那一款好像真的就是那個 就是戰鬥的那種類型的遊戲耶 挖沒了 各位 我們這邊150張 欸 好像還沒抽完對不對 喔對 150張抽完了 150張這邊抽完之後的話基本上是 沒有任何的殭屍男的這個影子 好不好 就比較偏可惜一點點喔 然後這邊再抽一次這個 比較可惜一點點啦 但是 這個的機率的話就會知道就是 其實大家票券還是拿來就是換一些比較重要的東西 好像會比較好一點點 因為你抽這邊這個卡池 你不如去換就是之後可能可以就是 換就是必須抽那個啊 占卜之類的東西 因為占卜或是我們這邊的藍幣啊 通常都還是會比較好重一點點 那如果你的鑽石很多的話呢 你是可以來我們活動這邊 就像哲平說的 這個協會禮物是非常非常推薦給大家的 因為你只要購買的話齁 你只要解完這邊的任務 通常都是可以直接拿到一隻殭屍男的喔 那你用那個藍色票券的話可能就 真的會比較辛苦一咪咪那種感覺 所以是比較推薦大家就是 買了那個7777的鑽石 因為你買那個7777的鑽石 在打完我們這邊的強者之路的話 你就可以取得一隻完整的殭屍男 然後就這樣慢慢買慢慢拿 然後如果真的就是想要一次把他 撐到很高的時候 你在考慮要不要用那個藍色硬幣或幹嘛之類的 這樣去索取這樣子喔 好 那我們這邊好像是有抽到機繩對不對 來玩一下機繩好了 機繩機繩 那可以把這個 這個換下來 因為我比較少在用那個 努S 來玩一下我們的機繩 看一下機繩的威力如何 如果機繩 這個最初階的機繩都可以扛掉蠻多東西的話 那應該會蠻猛的 不是有抽到機繩嗎 機繩在哪 我的機繩咧 喔喔 這邊這邊這邊 有時候角色太多就是會找不到 好 我們就來用一下機繩 讓大家看一下機繩的威力 機繩的威力 我們把這邊全部都換下來吧 一隻機繩能不能打一切 應該是不行吧 喔 來了 一隻機繩705 氣化買幾雷 好不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機繩發揮 機繩卡 其實他還蠻痛的欸 他還可以吸收蠻多的 我可是開始好像 要被打扁了喔 沉默 大招 我被沉默了 沒辦法開大招 然後我會爆開 然後機繩必殺 哇靠 太有料了吧 欸 很強欸 他打全體的欸 而且他基本上爆開他還是會活著 所以這隻角色我真的覺得他 厲害的地方就在於 他有兩條命 好不好 而且他巨大的時候的機繩的時候 也不會說太弱欸 我看一下他大招 機繩必殺 他在打一整個橫牌 他很強欸 重點是你把他消掉之後 他還有第二層的這個血 好不好 他第二層才剛開始 而且他原本就超級無敵硬的 哇哩咧 那是很猛欸 這個機繩 之後可以再讓大家看一下 就是他更猛的地方 好厲害喔 這蠻酷的欸 你看我們這邊被吸阿爸之後 應該也不用擔心 因為我們裂開對不對 小隻型態 來囉 然後再 有沒有看到 太神了 這隻很厲害 那我們今天跟大家介紹的就是 殭屍男這邊我們花了150張藍票券 是沒有看到他任何一個影子 所以我是不會建議大家在這個卡石抽喔 我還是比較推薦就是 神命扭蛋啊 或是我們的占卜 然後我最推薦的東西絕對是 活動這邊的協會禮物 這個真的是太棒了 你不用用到下面更多 但是如果你會課金的話 你用下面的話 基本上應該會更便宜 因為你買了下面的東西 你就可以直接拿到那個角色喔 那是真的很不錯 但是如果你是一般玩家的話 或是跟怎麼樣 就是小小課玩家的話 是可以來買這個 你就可以直接拿到一隻角色 像我之前的豬神的話 也是這樣慢慢給他吃到了 就是那個 吃到我們這邊的傳說家階級 我是還沒全部換出來喔 這邊 這邊東西我都還沒有全部換出來 到時候換出來的話 應該就可以 升還蠻多的東西這樣子喔 所以就給大家參考一下了好不好 那你們抽了僵屍蘭 或是抽了我們基神沒有 也可以分享一下你們花了多少抽 還有你們覺得 基神比較厲害 還是僵屍蘭比較厲害呢 都可以分享留言給大家知道囉 那我的視頻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